當然也要說一下習近平主席在博奧論壇演講裡面有什麼重點 有些人說這些台面的東西不需要理解 我們主要是說一些台面的東西給大家聽 我們要說一些台底的東西我們不認識 坦白說台底的東西我們不會大肆圈揚 你懂得說台底的,很多東西都說不定 是啊,我們根本都不知道 又不是CIA怎麼會知道這麼多台底的東西 有時候說台底的東西,很多時候都是陰謀多 是不是? 說不是這些東西,不如不要說 是,沒錯 當然現在要說一下習主席說什麼 他裡面當然有個主子演講 但主子演講裡面是有一個解讀 南海之濱,漫泉河半博奧時間 如期開啟,全球目光,聚焦東方 4月21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 就以視頻方式出席博奧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 並且發表了主子演講 這是自從2013年以來 習近平主席第五次在這個場合 發出中國強音 這裡不會說習主席說什麼 這些只是說一些重點而已 習主席最初說什麼呢? 衝出迷霧,走向光明 最強大的力量就是同心合力 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和充共濟 你可以說台面講的,這些水份很多 哈哈哈哈 但是我也要告訴大家 這些是大道理 是不會錯的 人人跟著大道理,這個世界就好了 你明白嗎? 這是我的看法 你說還有桌底的 那你桌底那套中國沒有的 我就說 外國可能有很多桌底 桌底掃 沒有人說得到的 中國現在就不講桌底掃 桌底掃某程度上就是違規的 你說會不會有桌底掃 當然有可能有 我也不會完全排除 但是我們就講桌面 總之 所謂的指不與怪力亂神 是啊,桌底掃是有的 但是我們不先講 這些沒必要講 也不需要強調 因為桌面的事情都還沒理清 說什麼桌底 是不是? 那麼 Judy Kyee 說 其實我不是很明白 國家對外宣佈是這樣 為什麼有些人都說桌底事 要讓外國人知道國家有什麼陰謀 即使是有的話 就讓外國人知道了 沒錯 所以我就說我們不講 我們就是講桌面 是啊 你說桌底那些 我們就不講了 傳媒的風氣是很差的 喜歡揣測一些事情出來 就當成是真的 告訴別人 這些是很可惡的 你這麼老惡人 某程度上是 某程度上也嚴格來說 是污衊了習主席所說的 是不是? 是不是? 習近平主席的演講 就是洞察當下的變局 回應了時代的關切 倡以亞洲和世界堅定信心 直面挑戰 攜手同心合作共贏 共商構建人類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偉業 說真的 看台面就好了 如果你不斷強調這個有陰謀 其實哪些地方經常強調 這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陰謀呢? 就是一些西媒 就是一些西媒 西媒經常說你們這個合作是陰謀的 一帶一路有很多陰謀的 要控制完善國家 要侵略別國 中國是一個侵略國 利用一帶一路去侵略其他國家 搞到他們鬼那麼窮 例如像向某些國家發放債務陷阱 借了錢給他 然後又加息 搞到人家雞毛咬血 這些陰謀全部都是西方媒體說的 是啊 現在有人說桌底才是主幹 沒辦法了 如果你是喜歡這樣說的話 我們有時候都很難包容你的存在 我只能夠這麼說 經常都說有陰謀 哪有這麼多陰謀 沒有這麼多陰謀 你這樣說其實是否可以 你這樣說是不行的 自己有陰謀是不行的 那哄哄說桌底也很負面 當然了 我們當然是說桌面 表裡不一 就是西方經常指責中國 就是指責什麼呢 就是指責中國表裡不一 西方媒體經常都是這樣的 西方媒體經常都是這樣的 很誇張 是啊 沒錯 我們現在就是說回一件事 就是不是 我們說的是真的 沒有亂說的 好了 四個共同 就善明了共創未來的最新主張 這個習主席 當下新冠疫情有傳 經濟復甦乏力 地緣政治複雜 世界正在新的十字路口 世界之變 時代之變 歷史之變 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 為人類提出了必須嚴肅對待的挑戰 我們要共同守護人類生命健康 我們要共同促進經濟復甦 我們要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安寧 我們要共同應對 全球治理挑戰 這個呢 我都要說清楚 很明顯很明確的 中國說的那套和做的那套是一樣的 一樣 尤其是這四個 共同守護人類生命健康 是的 共同促進經濟復甦 如果不是共同守護人類生命健康 其實中國就沒有必要向世界各國輸出這麼多疫苗 老實說 搞定自己就算數了 但不是中國是真的履行這一點 第一點是這樣 第二點就是 共同促進經濟復甦 要怎樣可以共同促進經濟復甦呢 最重要就是搞定供應鏈 保住中國的生產力和供應問題 現在中國也是很多在面對這些挑戰 因為疫情一直都存在在中國 如果中國自己保不住 就會影響到世界各地的經濟復甦 其實保住中國的生產 其實就促進了世界各國的經濟復甦 所以這一點也是正在做的 是的 還有有一件事 這些不是台底的東西 大家要記住 其實已經說了給大家聽 是要怎樣做的 這些方向是大方向來的 如果你覺得這些大方向沒有意思 還有一些桌底的東西要主導的話 我們很難溝通 只能夠說 因為桌面的東西才是主導一個國家 沒錯 如果你用一個很陰濕的角度去看 其實嚴格來說 就某些像蘇聯時代 蘇聯時代到了後期的時候 他們自己的國民都不相信他們說出來的東西 他們基本上就覺得有另一套陰謀在 蘇聯時代是這樣的 我告訴大家一個事實 蘇聯時代 尤其是在克魯曉夫之後 他因為將史大林時代的黑暗面 揭露出來 即是黑魯曉夫時代 那他一揭露出來 結果大家對整個政權的信任 是差了很多 是產生懷疑 因為說出來 就是在史大林時代 其實那些陰謀詭計 那些全部太多 秘密政府機構 是主導整個政府的運轉 就不是光明正大地 用國家的政策去影響 整個國家的運轉 這些是不行的 說真的 你說桌底桌面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但是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 其實說得出來 任何一個大國都會遵守 都是需要遵守 吳林就說 如果是有桌底 以前中國就不用被別國壓著打 沒錯 這個很重要 還有一件事 就是要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安力 這些不是 沒面子說話 這些不是沒面子說話 實際上 那David Zhang就繼續說 政治陰謀多的事 但是 這些陰謀詭計 不是 中國現在正在做的事 好嗎 你在說這些 我們忍不住就要趕你離開 真是不好意思 沒有辦法了 現在我們在說一些很正面的事 在煽動一些人 不要相信這些正面的事 要相信桌底是有另外一套的 那是不行的 那是很合理的 完全是 完全不合理的 對不對 沒有理由 我們在說習主席的說話 你是不是要否定他 有很多人在香港是否定了 很多人是否定了 那你說那些人是不是政治陰謀 其實他們那些不是陰謀 他們是陽謀 很明顯是陽謀 他們出來說習主席那些是門面說話 他們那些不是陰謀 他們是陽謀 要令到有些人相信陰謀詭計 對不對 這些是不行的 很必要 對社會發展來說也不健康 對社會是很差的 不行的 所以我們這個頻道不講陰謀 不講詭計 雖然這個世界的確有陰謀有詭計 但是我們不講這些東西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說不賣 你根本沒有弄武具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喘測而已 講到底都是 對不對 還有有一件事 你在桌面的東西都未了解清楚 你在說桌底那些是不行的 我始終都是說這件事 有很多人到現在都是 桌面的東西都未了解清楚 就說桌底 不合適而已 你要記住 現在習主席的演講裡面 講了四個共同 其實就告訴大家 現在全球有挑戰 中國的方案是什麼 大家可以看到 習近平外交思想是怎樣的 就是當大家遇到全球 都遇到的挑戰 就是全球的挑戰 解決的方案 就是共同去處理這個問題 是不是 共同守護人類健康 共同促進經濟復甦 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安寧 共同應對全球治理挑戰 所以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很粗淺的看法 還有 現在四個共同主張 我們要共同守護人類生命健康 是排第一的 排第一 這是有緊迫性和迫切性 對不對 大家記住 新冠肺炎確診的病例 全世界是超過五億例 死亡人數是超過620萬例 博奧亞洲論壇 理事長潘基文就說 離合疫苗紅溝 是最關重要的 窮人 脆弱群體 弱勢群體 獲得價格合理的疫苗和治療 是其中的關鍵 這個很重要的 各國是要 相互支持 加強防疫措施協調 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 形成應對疫情的強態 國際合力 是國際一起做的 要堅持疫苗作為世界公共產品的屬性 確保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 這是習主席強調的 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秘書長 賈金查柏金說 戰勝疫情離不開全球的通力合作 在確保疫苗的可及性和平等性方面 中國政府是給予了大量的支持 向全球支援提供了很多疫苗 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這件事 究竟是甚麼人說中國有抵抵 主要是西方 這是疫苗外交 是嗎? 是 其實 中國政府是說了要怎樣做 要互相支持 加強防疫措施協調 完善全球公共衛生治理 堅持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屬性 確保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 習主席說了 所以就提供大量的疫苗 西方就誣蔑中國說你們是疫苗外交 你自己想想 如果你不斷強調桌底的東西 不去講桌面的東西 你自己想想是否正確 不正確 肯定 一定要看清楚 所以就是說 當然 四個共同主張入面 全球安全倡議的新提法 亦是備受關注的 這個倡議被認為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 又一個國際公共產品 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安全領域的生動實踐 剛才我們有講過的內容 去年九月 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大會上 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 得到聯合國等國際組織 和近八個國家的響應和支持 這次又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議 並且用六個堅持明確了 維護和實現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 根本遵循重要原則 長遠目標和可行思路 這些全部都是公開的 全部都是桌面公開的東西 我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在桌面公開呢 就是因為現在在桌面公開 也有很多人強調 還有桌底的東西 所以我們很少說桌底的東西 我們從來的焦點都是說 你桌面的東西都還沒理解清楚 你就不斷在桌底 又說要揭露這件揭露那件 很多人都說要揭露這件揭露那件 你看看香港那些揭露那件 誰不是揭露的 誰不是絕密流出的 是這樣的 是不是 老實說 你也不會知道 Wen Gheorgle 說 中國人民做事素來光明正大 中國政府也是光明正大的 這個也要先說清楚 好了 當然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 這是根據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副院長劉興說的 他說 系統感染色了 中國對世界安全難題的求解之道 豐富了中國新安全觀的內涵 彰顯了大國領袖的卓越智慧和天下情懷 當今世界需要建立一個新的安全框架 這個框架必須摒棄冷戰思維和單邊主義 必須專注於合作發展去建設人類更美好的生活 這是誰說的呢 就是巴基斯坦亞洲生態文明研究與發展研究所首席執行官 沙基爾拉邁說的 越是困難的時刻 就越考驗全球治理的智慧 當今世界任何單邊主義 極端利己主義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任何脫勾斷供極限施壓的行徑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任何搞小圈子 用意識形態滑線挑動對立對抗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 這是習主席說的 這是習主席說的 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 將國際社會比作一部 複雜精巧有機一體的機器 並且以三個根本行不通 強調要淺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 指出大國尤其要作出表述 帶頭講平等 講合作 講誠信 講法治 展現大國的樣子出來 所以 這些是很重要的 你講好中國故事 你沒辦法用台底去講好中國故事 你只能夠講台面 大家是怎麼講的 西方就是用台底去污衊中國 經常都說有台底不行 台底不行 解密給你聽 不要跟別人說 西方媒體經常都是這樣說 我們告訴你 其實中國不是講平等 不是講合作 不是講誠信 不是講法治 不是一個大國 充滿陰謀詭計 不行的 這些 不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很正面去講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 格奧爾基耶娃 他也有強調 各國都應該為支持多邊主義發揮關鍵作用 應當攜手共建一個更強大更有韻性 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當然 亞洲未來的定位是怎樣 習主席也有說到 形挑戰 創未來 亞洲應該怎樣做呢 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也有提出到 亞洲未來發展的三大目標 第一個就是 當然 亞洲好 世界才可以更好 這個呢 是不是跟董先生以前說的差不多 就是 香港好 國家好 國家好 香港更好 是不是 是不是有點類似 所以就說 亞洲好 世界才可以更好 習主席在演講裡面提到 未來發展有三大目標 在亞洲 第一就是打造世界的和平穩定貌 增長動力圓 合作新高地 堅定維護 亞洲和平 積極推動 亞洲合作 共同促進 亞洲團結 習近平主席 在這三方面 進一步指明了實現的路徑 由三大目標 到三條路徑 這個新提法 是對亞洲地區和平合作 團結的重要性的重申和強調 這就是中國外交學院 亞洲研究所所長 國賢君所說的 在亞洲成為大國博弈重要地區的背景之下 維護亞洲和平合作團結 對於世界的和平穩定是至關重要的 講和平 習主席就回顧了 亞洲首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這個我們經常都說的 我們經常都說的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什麼 這些又有人說我們說的是 你們最喜歡說 門面說話的 魔片側部 對不住 這個大家要記住 這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什麼 是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內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處 這件事 其實是經過幾十年的洗禮 提出之後 這個五項原則 指導國家間關係的基本準則 仍然到了今時今日 都是放射出真理的光芒 不要跟別人說這些門面說話 其實香港最嚴重的是 有很多人在不斷說 這些是門面說話 不是這樣的事實 不行的 事實不是這樣的 還有萬龍精神 這是有歷史的貢獻 習近平有回顧 萬龍精神是什麼呢? 這個又要講一下 萬龍精神就是 1955年 在印尼萬龍召開的時候 萬龍會議召開的時候 那個是倡道精神 萬龍會議有十項原則 十項原則是什麼呢? 這件事 其實一定是要講一講的 第一件事 就是和平共處 第二 就是 有這個號召 亞非人民擺脫帝國主義 和殖民主義壓迫 號召全球弱小國家民族團結起來 建立新的國際秩序 不要在這裏說這些是沒有用的 現在有很多人在這裏不斷說這些是沒有用的 不是這樣的 這些是很有用的東西 到現在也是 十項原則 先講清楚內容 尊重 尊重基本人權 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 尊重一切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承認一切種族的平等 承認一切大小國家的平等 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 尊重每一個國家按照聯合國憲章 單獨或集體進行自衛的權利 不使用集體防禦的安排 來為任何一個大國的特殊利益服務 任何國家就不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 不會用侵略行為 或者侵略威脅 或者使用武力來侵犯任何國家的領土完整 或者政治獨立 還有就是按照聯合國憲章 通過好像談判、調停、仲裁 或者司法解決這些和平的方法 和有關方面自己選擇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 來解決一切國際爭端 也促進相互的利益和合作 尊重正義和國際義務 這個當然要多次重複吧 好了 這個也要回到我們剛才還沒說完的事情 就是萬龍精神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歷史性貢獻 習主席有說到 而且還強調了他現實的意義 習主席怎麼說呢? 我們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等原則奉行 無論有好政策 將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 一說到合作這方面 習主席就有說到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的生效 也有說到 中國和老窩鐵路通車這些區域合作 不斷深化的成果 也要以這些為契機 推動亞洲形成一個更加開放的大市場 促進亞洲共贏合作 也賣出一個新步伐 空話說台面 又牽涉到共產黨的另一個觀點 政策要有原則性 更加要有靈活性 原則性這件事情一定會有說 當然靈活性是不會犧牲原則的 你也要記住 你有原則性是一樣的 原則大原則一定會說得清清楚楚 其他沒有說的就有靈活性 你明白嗎? 作為中老鐵路的直接受益方 老窩總理潘坎森 他有深切的體會 他說我們應該聚焦合作 令世界恢復互聯互通 既要有效保障疫情防控 也要保障供應鏈的穩定 不單止是供應鏈 他也有說到貿易鏈 進一步推動經濟恢復和發展 說到團結這件事情 習主席也有強調到 對話合作、開放包容、交流互鑑 是亞洲應有的耕懷和稀導 並且指出 國家無論大小強弱 無論域內域外 都應該為亞洲添彩 而不是添亂 大家都要走和平發展的大道 公貿合作共贏大計 共創團結進步的亞洲大家庭 好了 尼泊爾總統班達里也有回應 中國加速推動各方面發展 向世界傳遞出持久和平穩定 和共同繁榮的信號 當今的時代應該妥善應對全球性挑戰 亞洲各國要團結協助 相互支持 匯聚共識謀劃未來 這件事 現在是有很多人都贊成的 博奧亞洲論壇已經有20年了 現在有些新的期望 當然是 蒙古國的總統 夫日勒蘇克 他就說 相信博奧亞洲論壇 將繼續為增進亞洲國家間的理解和合作 為亞洲甚至世界的和平安全發展範圍 作出更多貢獻 習主席在四年前的博奧亞洲論壇 2018年年會開幕式中有提到 我要明確地告訴大家 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 只會越開越大 那次聯會之後 習主席有去到海南省 經濟特區30周年宣布了 支持海南傳島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 支持海南逐步探索 穩步推進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的建設 今年的演講中 習主席就說了一件事 深入實施外資准入負面清探 扎實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 海南自由貿易港的建設 積極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這些措施向世界進一步宣示 無論世界發生什麼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志 都不會動搖 當然這件事有些人現在在吹 這些是門面說話 所有東西都收得很緊 尤其是燒的那些 現在封了整個上海 她的女兒好像在上海 所以就不停地唱衰她 她有唱衰 當然是有 當然還有一件事 就是中國經濟的銀性強潛力足 匯旋餘地廣 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將會為世界經濟期穩復甦提供巨大的動能 為各國提供更廣闊的市場機會 這是習主席在演講裡面有說到的 更開放的中國市場環境 更穩定的政策支持 就會為在華的外資企業 帶來更多的發展機遇 這是誰說的呢? 就是北馬威中國 以及亞太區主席陶康迅 他說的 而高通全球高級副總裁錢坤 他說 習主席在演講裡面強調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是不會改變的 令到在華外資企業有定心願 吃了定心願 當然還有一件事 希望的就是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 財士 真的好 真的好 高通是甚麼公司 高通是美國公司 敵國公司 有人說是 有些人 為何敵國公司會參加博奧論壇 當然不是敵國 你知道有些人亂說廿四 美國是否中國的敵人 既有互相競爭 但現在有沒有互相打仗 兩個國家沒有打仗 那就不算得上的敵人 有些人 將這種愛國的情懷上升到 根本是去到是非不分的程度 很多人都是這樣 某程度上是 舉個例子 剛才我們說的北馬威 就是KPMG 北馬威是英國和荷蘭公司 有些人就說英國是敵國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但是 這些不要這樣說 你打開門做生意 也不是真的打仗 就真的不要說有甚麼敵國 這樣說真的不妥 真的不是很適合 真的不是很適合 所以大家都是 不要這樣狹藉 不要把這個愛國主義上升到 敵我的主義 敵我矛盾 這個世界 在中國來說 是潛在很多競爭 但是不是個個敵人 要搞清楚 是啊 是啊